又是周末了 今天我们来炖个两汤 猴头菇炖鸡汤 这款汤特别适合一家老小喝 准备猴头菇一个 香菇三朵 枸杞 挡生 芡石 北芹 淮山 各时克 还有一块鸡腿肉 我们先把这个猴头菇和香菇一起泡一下 猴头菇和香菇一起放到大碗中 加入清水 给它浸泡半个小时 我们可以拿一个小碗 把猴头菇盖起来 这样子浸泡就比较快了 接着除枸杞外 把其他的药材给清洗一下沙尘 药材洗净后 直接放入炖锅中 再加上五碗的清水放一边备用 再把后下的枸杞也清洗一遍 放一边备用 现在来处理我们的鸡腿药 我这块是老母鸡来的 所以肥油比较多 大家一定要把肥油给去除掉 也可以把鸡皮也去掉不用 鸡腿药处理好后把它砍成小块 砍好的鸡块直接放入锅中 加上清水 再来上点料酒给它焯一下水 水开有两三分钟了 现在把它捞出来清洗一下 把表面的杂质给洗掉 洗好的鸡块一起加入炖锅中 最后我们来把猴头菇和香菇给处理一遍 猴头菇的地一定要去掉 因为它这里会苦的 去掉之后包出来的汤就没有苦味了 再拿去冲洗两遍 顺便把猴头菇掰成小朵 猴头菇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菌类 它养护肠胃非常好 处理好后我们把它们的水分给挤干 挤干水分后一起加入炖锅 再把盖子盖上就可以拿去炖了 锅中烧开水把炖中放进去 盖上锅盖把它炖上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我们的汤炖了有两个小时了 现在把盖子打开 放上枸杞 加入枸杞后再次把锅盖盖上 给它炖多五分钟就可以了 五分钟时间到了 把电关掉 最后我们来加上少许的盐 搅动一下就可以开喝了 这款猴头菇炖鸡汤做好了 汤汁鲜甜好喝 营养丰富 周末到了你也炖上一锅 给家人们喝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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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